第一年捐了五千塊美金 第二年一萬塊美金 禮拜五去再送一萬塊美金過去 我覺得這個計畫很有意義 因為泰國那個西部地方 是一個國家公園 那邊有很多的 也有各種的野生動物 像老虎、羊、還有大象 那裡面有大概兩百頭的野生大象 從烏胎那邊一直下來 一直到桿夏布里這邊 那大象它是會遷移 那因為我們人類 因為要種東西 或者是說它侵入這個國家公園 去砍拔樹木 或到那個竹子 使得大象就沒有食物可以吃 那大象就不得不 就會越過邊界 走出這個國家公園去侵入民宅 去吃這個農作物 所以造成這個人類跟大象的衝突 那我們這個計畫是英國人 她發起的 英國的這個倫敦動物學會 一個布林達女士發起的 她可能也到我們各國去勸募嘛 那我們中華民國這個農委會的聯務局 就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們都很積極參與 那我的感受就是說 實際上這個計畫教導 這個我們的泰國的民眾 居民、村民 要尊重這個大自然 不要去破壞 其實大象它本身 並沒有說要來侵入民宅 那是因為我們先把它的東西弄掉了 把它剝奪掉了 所以它不得不就會發生這樣的衝突 那我們的計畫就是 讓這些居民 我們也交眾數 也給它一個那個 一個看它要做什麼樣的計畫 我們有進步審它以後 我們給它 比如說一個計畫在三萬株 那它就可以做一些 對它有利的 一個一個 提高它生活的一個 種那種農作物 它就不會進去去 去那個 倒拔竹子 或砍這個森林 所以這是很有意義的 那我也想到 所以其實跟我們這個 佛陀所講的一種和諧的一種 跟大自然生態 尊重生命 這都是一貫 都是一樣 道理是一樣的 特別提出來跟大家報告分享 謝謝阿彌陀佛